《文字幕》 你剛才說了教育七十八年 你會說國內的交流團 或者一大一路的交流團 讓一些年輕人去參與 實際上會怎樣運作呢 國內 你可以看看國內現在的發展 我相信 如果你有接觸一些外面成長的年輕人 每個人都一定走回國內發展 因為機遇最大 你隨時找到公司 隨時都是一個很大的機遇 就算不回我們自己的國家 我們去一大一路 其實你剛才說過 因為我們是以前殖民地 所以我們看的東西 永遠都是看這邊的 這邊就是英國、歐洲、美國 總之西方的文化那邊的經濟 但我們以為全世界 我以前都以為是的 這個世界只有這麼多 但原來不是的 這個是一半 這個世界只有一半 其實還有一半 就是這邊 阿拉伯 另一邊 這一邊 俄羅斯這邊 是發展中國國家 你記住 這個已經是發達的國家 全部這些 如果你要走進去分一杯羹 是很難 除非你是大財團 很有錢 去那裡 如果不是 你真的想有機遇發展 以及可以很少錢 或者是有什麼機遇 可以自己本人 用自己的專業去發展 就是要去發展的最多機遇 我們剛才有一個學校 有些同學 他去了讀完方法 他去了申請俄羅斯學校 回來 他知道了大陸 首先他去了俄羅斯學校 先去俄羅斯學校 申請進去 回來做委員會 幾多人請 搶著 為什麼呢 因為去吃俄羅斯魚 所以這些機遇 他現在不休 現在還沒讀完 還沒讀完 但是已經發現 是人都搶他 要請他 所以其實每個人 我們要想一下 什麼是機遇 為什麼我們現在要科技 特別是去想 多點發揮一下自己去 潛臨 不要只是我們以前很保守 最好做醫生 然後做律師 然後做什麼 其實這些可能是最守舊的 其實很多東西發展 現在你做傳媒都可以發展很好 是不是 將來可以開PR firm 做一些 幫人搞一些傳媒的東西 是不是 科技 好像科技 現在好像 我們有一個年輕人 進了去深圳 申請了一個 年輕人發展的基金 然後給了他 他開了機械人的 初頭很小 現在發展在深圳 這些就是自己去把握機遇 請了很多人 很厲害 當你有錢就可以發揮 初頭就沒有 所以其實有些機遇 你自己去把握 好像剛才我講 你現在一帶一路 我希望帶一些學生 可以多一些一帶一路去看 這個機遇 因為發展中最多的機遇 等於我們自己在中國 當時發展中 很多人發了幾天 就是一模一樣 所以好像很多人知道 我們的前輩 都是在中國開廠 找到第一桶金 然後再有錢 賺錢 就最容易 所以這個發展中 國家 所以我們要走出一步 去看遠一點 例如我們有交流團 甚至有韓國 有交流團 我們有STEM 現在是STEM ARTS 都可以很多發展 很多潛民 所以我們真的要 放眼看世界 我們現在有姐妹學校 有泰國 耶加達 馬來西亞 其實那邊 我們這條路去 那些其實很多機遇 現在有很多香港 被人去 在那裏開公司 開廠 有一位 總之都是保良局前任的人 他說以前在中國 每一年計 賺多少錢 他現在是盲家 他現在不是 他每一個星期 計算賺多少錢 這些就是機遇 這些是發展中國家 所以我們一定要放眼看世界 把自己 扶出去 其實機遇就是自己要想的 等於那位學生 他為何一看到這個大陸 就跑去讀俄羅斯學校 立即申請 他可能家裏也會支持 所以這個是要自己去想 你剛剛提到有Steam教育 會怎樣支援學校在這方面的發展 例如怎樣應用在教學的層面 因為這個科技 我相信現在已經是全世界的趨勢 我們不能去逃避 我想將來我們國家就說 我們不需要Wi-Fi 現在沒有那麼老土 總之現在我們衛星已經飛上去 再上去衛星 我們以後都不需要Wi-Fi 還可以灌溉所有大陸的國家 所以科技越來越發展越快 還有現在好像我們的深圳園 其實每一年都有二千多個位 是請人的 是很Welcome香港人去 我相信你們未必知道的 但是有講的 有新聞和電視也有講過 可能改了論次未必看到 但是這些是機遇來的 至少你進去 因為現在你想做一份好的工作 但如果是講科技 是最大發展 最多潛民 最多機遇 你學了很多東西進去 就算進去做一個保隱文言 可能你先找 譬如我當你先找慢鬆一點 進去 你學的東西是最貴的 不要想著 初初你進去賺到這麼少錢 其實不是這麼想的 我們一定是想將來的 現在賺的錢一定是少的 反正我們以前也是這樣的 你初初進去 是不會計算的 希望不用錢也要請我先 都是這樣 因為知道將來的發展 所以其實科技的發展是無限的 就算你不是一個研發的人 那些這麼嚴的 但是很多過程都要請很多人 都要學很多東西 都可以幫助這個發展 是需要很多人才 所以都是大量請人的 所以其實我們在香港 一個真的很有優勢 其實應該是很開心很幸福 不過呢 因為可能被一些環境的影響 太多一些負面 好像突然間這個目標 昨天才前日 無端端有一個恐怖襲擊 這樣就死了很多人 其實這些是我們不知道 十康數字影響了自己 是不知道的 另一個呢 就是國際文憑小學的課程 為什麼你會推行這個課程 還有它又有什麼特色呢 我們保留局 幫助基層的人多 我們這個國際學校 首先我們收學費是最低的 我們希望可以幫助一些 因為我們香港是一個國際都市 很多人來做就業的 在大公司請 高級的當然可以去一些 好的國際學校 如果那些員工怎麼辦 他們都有家屬的 我希望可以幫助一般的市民 那些子女都可以就讀到國際 因為他們不會說廣東話 也不會說國語 所以他們都可以幫助 這是我們希望幫助一個香港 在一個國際都市的形象 跟我們的理念一樣 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 我們落成了一個村民宿舍 有1,600、700個位 在平均1500、6元一個月 都會發生一定 發生什麼事 無論是外面 這個傳媒說的話 是去到幾大也好 我們一定會發生